感動到就滿想哭的 但要告訴自己說 我們還是要平心盡氣的去面對一切 畢竟我的目標不是說 就只是要單單的闖入市場 我想要完成我自己的夢想 我的目標 很感謝大家 就是全台灣 然後願意成為我的後盾 然後給我最大的支持和力量 那我也會帶這份力量 然後完成我的目標 就在賽前的時候 看到種子的籤表就大概知道說 可能會在把搶賽遇到這位選手 那其實這位選手 他其實是非常有實力的一個選手 那上一次比賽也是打得難分難捨 還好就是今天就是做的發揮還不錯 那也就是算是說 我們這陣子以來的努力跟訓練 都是有成效的 那就是贏得這場比賽 對 選手嘛 就是想要贏就會 會做出很多想要贏的動作 那我們就是想辦法說 在我們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然後用平靜冷靜的心態去應對這樣 還蠻感動的 那其實當下是 感動到就蠻想哭的 對啊 但要告訴自己說 我們還是要平心靜氣的去面對一切 那把這個勝利給牢牢抓住 因為畢竟我的目標不是說 就只是要單單的闖入市場 對我想要完成我自己的夢想 我的目標 還是要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比賽對手的一些策略或是動作 可能你們看得會很不舒服 但這就是比賽的一環 那我們就是要平心靜氣的看待比賽 然後就希望說大家就是為我們加油 然後為中華隊加油 很感謝大家就是全台灣 然後願意成為我的後盾 然後給我最大的支持和力量 那我也會帶這份力量 然後完成我的目標 謝謝大家